古代的秀才放在现在属于什么学历呢 说了或许您不信 首先按照社会地位上来看 秀才在古代属于高于百姓 但是低于为观者 古时候的教育没有普及 能念得起书的人很少 大部分人都在谋生 很小的年纪都要出去挣钱维持家里 所以能够成为秀才的人 在古代很少寥寥无几 很少人可以浪费时光去读书 况且当时的人们意识 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又因为秀才是读过书的 比那些没有读过书的百姓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的 所以跟我们现在来做对比 也就应该是个初中文化 当然了 如果按照录取的等级来看 古时候的秀才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水平 因为古时候 在秀才之上的等级 还有举人 共识和顶甲 而小学之上有初中 高中 还有大学 况且古时候课举考试分为四个部分 先是院试 然后是乡试 再然后是会试 最后是电试 当然每一层考试之后 还会有名义上的细分 而秀才是通过院士成功 就可以获得的称谓 按照录取的等级 秀才也就是现在的小学生而已 我们从历史上 那些科举考试的制度就可以看出 从古至今 对于文化的重视 能够成为秀才的人 一定是保学诗书的 就那个年代而言 一定是懂得文化重要性的一群 有志经年 古代皇帝 为什么喜欢用太监伺候 不用宫女呢 其实这些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首先宫女其实是女性 她们的身体不如男性强壮 这就决定了 皇帝要是遇到一些事情 宫女又无法完成 所以就会造成没有必要的麻烦 然而太监就不一样了 她们的身体素质 要比宫女好得多 有时候很多事情 也只有她们能够做得到 如果皇帝身边 老是围着宫女的话 那么就会给她们造成 接触皇帝的机会 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皇帝的妃子 对于皇后和其他妃子来说 这是一种威胁 但是太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就是 皇帝要是信任一个太监 那么这一位太监就会有很大的权力 太监在古代 其实是皇帝的知心朋友 因为有很多话 皇帝都会给自己信任的太监谈心 只要自己对皇帝忠心 那么皇帝就是这一位太监的靠山 虽然只是皇帝的一个棋子 但是皇帝用的也是非常放心的 宫女就不一样了 说不定为了想当妃子就会不择手段的来吸引皇帝 在那个时候 皇帝就算是想用宫女来伺候她 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在皇宫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皇帝看上 这样一来皇后和妃子的地位就会有变化 除非是皇后亲自去挑选的宫女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别看皇宫那么好 其实里面的水也是非常深的 我们知道的很多著名的古墓 其实都不是考古专家最先发现的 为什么盗墓贼总是先于专家一步发现古墓呢 是因为盗墓贼的水平更高吗 其中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 首先民间的盗墓贼相比于考古专家更加不受限制 他们不需要考虑经费规矩等等 他们的动力比考古学家更大 因为他们就靠着盗墓养家糊口 他们可以四处考察 靠着简单的工具和少数的几个人到处挖 其次盗墓贼比专家的信息来源更广泛 或者说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些小道消息 专家要对墓葬进行正式的发掘 需要走审批程序 而且需要一定的成本 而盗墓贼可以几乎无成本进行尝试 只要哪里有传门 盗墓贼就可以去到哪里 他们更加灵活 我们不能否定一些盗墓贼确实身患绝技 考古专家的资料只源于史料 但是盗墓贼的技术却可能来自家传 野路子有时候反而更加管用 倒不是说盗墓贼的知识储备比专家多 而是没有盗墓专业的专家 说起来盗墓贼好像都是小单位作案 比不上考古专家队 但是他们单位数量多 全国的盗墓贼加起来 一定比全国的考古专家加起来多 所以盗墓贼的力量其实是大于专家的 他们四处撒网 由此得以先于考古专家一步 让我们下期见